第一棒好良心的 好 俗语说得好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意思是不管船有多大 水就是可以让你浮起来 但是水也可能让你翻船 让你变成落汤鸡 可见水真的是太厉害了 人可以七天不吃东西 但是不可以一天不喝水 水多厉害呢 如果你感冒了可以喝水排毒 如果你有血栓了 你可以喝水 让你的血液浓稠度变低 如果你身上太多脂肪 喝水也可以帮你瘦身 可见水真的是太重要了 所以阿亮今天就要来讲 两个跟水有关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人呢 他靠着一杯水 就改变了一群人的人生 这一群人呢 有的曾经吸毒 有的曾经忧郁 但是都因为一杯水呢 而从此转念 有很多大老板 董事长 因为这一杯水呢 更懂得奉献 但是这一杯水的故事 等一下再讲 先来谈一谈我身边这一池 秋水 讲到秋天 讲到水 你会想到什么 没错 秋风响 蟹嚼羊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啦 一讲到大闸蟹 大家就有想到羊城湖 好像只有羊城湖的大闸蟹 最好吃 但是其实不是喔 像我身边这一池秋水呢 就是从地下冒出来的泉水 听说也很适合养大闸蟹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下去抓一只螃蟹上来就知道 走 我在圆一个梦 圆一个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梦 我在找一种水 一种看起来平淡 喝起来无味 却能让人生变彩色的奇迹之水 跟阿亮一起出发吧 一起踩进泥巴池 和大闸蟹来场亲密接触 一起走向硬汉路 体验久汉冯甘霖的感动 这是一趟在山镜中体会无私 在泳水中看见坚持的拼命之旅 出发总要有个方向 走 我们到台中区 走过这么多城市 再回首你会发现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每走的一步都算数 很庆幸的 我的工作就是旅行 我在旅行中 发现味道 发现任性 发现温度 发现自我 为了不让旅途的回忆留白 遇见美好的事物 当然也要拍照打卡一下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码 看看这一望无际的稻田 就那一棵树最吸睛了 台东有金城武树 那我在这里弄棵补学亮树 应该也不过分吧 这位年轻人不好意思 这里群山环绕 前面有流水 这棵树 是算是位置很好 这有机会变成补学亮树 您在这边在剁鱼 好像有点煞风景 你请问你这个剁鱼是在干什么 我这个是在剁我们这附近 最有名的后里蟹的 这个好好代补的饰料 好吃的螃蟹要吃这个鱼 对啊 你看我们这个鱼很新鲜 螃蟹不是吃树的吗 它吃鱼啊 对啊 这个人都可以吃的 我的螃蟹吃的真的是 跟人一样好的等质 这个其实是每天从台中港 会买回来的下载鱼 它各种鱼类都有 都很新鲜 你也很会挑地方 这个地方看起来风水不错 你怎么会挑在这里剁鱼啊 这里这样才可以让我的鱼 吸收到日月精华 那我的螃蟹吃起来就更好啊 是哦 对啊 只是剁个鱼 哪来那么多大道理 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我还真是搞不懂耶 就说这个丽君好了 大老远跑去澳洲念化工硕士 回到台湾却改行养大闸蟹 更让人摸不透的是 几十年来台湾靠的是养殖无国鱼 白虾 丝木鱼和文革 才在国际舞台上 闯出水产王国的名号 但是这个女生在十年前 却投入台湾人没养过的大闸蟹 这要不是她想法太天真 就是家里的脖子很硬哦 光看她大闸蟹的伙食就知道了 但是吃得好 是不是就养得好呢 这我要亲自验收一下才知道 来哦 大闸蟹来吃鱼啊 好吃 亮亮亮哦 快点来哦 好吃的鱼啊来了 吃这个的大闸蟹跟只有吃其他小虾 小米或者是吃水草的大闸蟹比起来 会有一些差异性吗 绝对有 为什么我们用的是生海鱼 是因为说海鱼的寄生虫比较少 对 所以我们讲在这里它寄生虫 不会有寄生虫的问题 再来说海鱼的油脂其实比淡水多 对 然后这样我们的螃蟹吃起来就会 你会觉得油就是它的蟹膏健康会更顺口更强 一年会放多少只大闸蟹在里面 我们每年放的大概数量是 像今年放的大概是两万只 两万只 对 台湾的气候不像阳城湖那边那么冷 像阳城湖那边可能中秋节就可以吃了 但台湾可能要重阳节那时候比较OK 了解到 对 所以他们下面会自己什么做竹槽吗 做窝吗 还是怎么样 他们也会 他们喜欢挖洞 但是他挖的洞常常就像刚刚亮哥说的 居无定所 这样我找不到他们 所以我干脆自己盖屋子给他们住 是喔 对 然后我就 我盖的屋子他们就会爬进去 我就想要看他们的时候就敲敲门说 嗨 你们好吗这样 你这么厉害 对啊 你会藏在水里面盖房子 人家阳城湖的大闸蟹 不过就是住在一般的蟹笼里 也是养得头好壮壮啊 这里的大闸蟹难道有比较娇贵 还是说这又是年轻人在耍花枪 而且有件事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不管是阳城湖 太湖还是台湾 蟹苗都是来自长江出海口的丛名岛 品种一样 差别就在于养殖的环境和技术 也就是说 现在吃大闸蟹 要看主人的良心 别看丽君学的是化工 跟水产养殖好像没什么关系 化工学到的知识 反而帮助他做水质检测 和微生物控制 十年来 透过不断的归纳统计 才研究出独一无二 最适合大闸蟹长大的健康环境 没有圆圆的 圆的怎么拉上来 它上面有绑什么东西 有有有绑一条绳子 你拉上那一条绳子 我们就把它拉上来 有有有有 有了有了 好 来 预备 我也摸到 你摸到吗 你摸到 好 你先拉 我看你的对不对 一 二 三 是这个 对 对 你这个方向对 这个不是垃圾吗 看一下你的助几只 有耶 有 有一只两只 只有这两间有 这一间没有 对 它们不一定助力会这么高 是喔 炸杂蟹不喜欢跟别人同居 一个洞只会助一只 一个洞不会有两只 是喔 对 喔 出来 有 小助手不错 来 你抓这一只 这压住就好了 对对 压住抓后面 哇吊脚 对对 哇吊脚 我跟你讲 大小不是重的 重点是内在 哪有那个大的 一拨开来高才会多啊 不一定 不一定 你想不想看 我这个要煮熟了才看得到啊 我现在立马给你看 立马你会不会看 对啊 你刚说盖房子 我已经被你骗一致了 这个吹牛不要吹那么大 等我 这样子可以看到高 螃蟹都在吐脖 在笑你了 对 真的吗 来 我的螃蟹是听我的话的 等一下变熟的给你吃 好 来 1 2 3 吹 嘿 是不是 立马自动 这真是太神奇了 杰克 杰克 这真是太神奇了 你真的跟我同弟的啊 我讲的笑话你都听得懂啊 你听得懂啊 看你整 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一讲神奇你就会接杰克啊 哇 先把脚把它剪掉 然后剪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我怎么知道啊 知道啊 这每个尖尖的 对对对对 不要被它吃到 还有那么多工具 像我们这个专业的 都用一只手 这样也受理 这样子就会用加刀 这这次还好啊 还有 讲实在还好啊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对这个味道 这就是大大蟹 是 其实你看到刚刚那个打开 很夸张的哦 这个有时候是一些药物的影响 是哦 对对对 我们的因为完全不用任何药物 所以要达到你想象中那样的 是有点难度的 结果我吃的这个无毒的 要吃这样子才可以就对了 黄黄的这叫蟹黄 它这个半透明状 这个叫蟹膏 蟹膏 所有的蟹类里面 只有功德大大蟹才有蟹膏 这个我知道 这个你知道哦 对对对 蟹膏吃起来 嘴巴有一种 你要用舌头去压它 它会好像铺在你的那个 上额上面 在你的舌头跟那个 对 唇齿流香 对对对 口齿流香 就这个意思 好吃好吃 俗话说不食不食 要吃到最美味的大闸蟹 就要遵循九池十熊 农历九月吃池蟹 十月要吃熊蟹 但是今天阿亮我要再追加一条 就是如果可以坐在大闸蟹的池子里吃它 哇 那吃味比对味还美味啊 但是你以为大闸蟹只要好吃就好了吗 No 要满足追求健康的现代人 可没有那么简单 从一月放苗下去到十月收成 九个月的养殖过程中 大闸蟹要经过十几次的脱壳 而每一次的脱壳就像新生儿一样脆弱 一不小心小baby就会变成福寿螺的美食了 而且坚持不放抗生素生长激素的结果 就是每年的收成率无法预估 产量也不会随着养殖经验而逐年增加 所以有不少人在头两年就气血投降 只有丽君还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们就下去用摸的比较快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就优雅知识入水吧 优雅知识是怎么样 下去找 这就是优雅的知识啊 所以我也要这样就对 不用 不用 你波动太大了 我波动太大了 好 OK 那我们下水了 是 下面是懒动 不是太阳之识 而且站得不动好像有点慢慢会往 越来越往下的感觉 不会喔 翻太久拔不出来 欸 脚掉掉 对啊 我自己说一下 我好像勾到一个什么东西 真的好 拿起来看看 很重耶 你下去摸摸看 不是 我下去 你就垒你垢了 不敢愿 能撑一下 撕一下 好 我帮你垒 好 凉喔 噢 噢 到这里 经过肚脐 噢 有感觉到我们的水的清澈度吗 有 原来是石头啦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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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后面的水 有了 一 二 三 噢 噢 噢 有了 他刚才会往那边 我们现在就把它收起来 慢慢抓 哎 亮哥你帮我拉着那一头 我拉着那头 一定要拉一下 对对对 不拉就要跑掉了 对对对 可是 你现在踩这个泥巴 你会觉得有臭臭的味道吗 没有啊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池子 我们的螃蟹好吃的原因 噢 照理说应该 那个泥巴应该会臭才对 对对对 你抓一下这里 你要感受一下 然后要看一下多黑 应该一定会都觉得 其实会黑黑 但是会不会臭是重点 这里太深了 你看 这么黑 好 剪刀石头布 来 输的话没对吧 好好好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嘿嘿嘿 不是 晕了要 来来来 胡子 胡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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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胡子就好 在 感觉怎么样 现在剪刀石头布 哈哈哈哈 风水轮流转 大家至少都要赢一次 来来来 看我来 看我来 你是大杂蟹王嘛 对不对 王 等一下 写个王 哎 写不下啦 不是写不下 写得下 耳朵太低 写得下 OK 大杂蟹口味的面膜 你用过没有 嘿嘿 感觉还不赖喔 至于效果如何 请继续锁定在台湾的故事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立军会玩这么大 整个人泡进池子里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别人都以为拿着高学历 来养殖水产 有点学不自用 但立军反而认为 念书训练出来的逻辑判断力 是让他持续至今 还没有放弃的原因 他认为大杂蟹的收成率 虽然改变不大 但是大杂蟹的定位 还大有可为 这几年为了让大杂蟹有更多的可能性 立军不只在养殖蟹场提供露营 开发吃蟹的不同客群 还正在研究如何延长大杂蟹的上位期限 今天他还特别准备了和朋友开发了两年 东西何必的大杂蟹一国料理 我先替大家试吃 确定好吃 你们明年再来咯 这一道是属于有点像饭饭类的 然后最后会再以炙烧的方式去把蟹膏跟蟹饺的香味给烤出来 一般在日本料理才看到有这种炙烧 没想到这种饭也要炙烧 对 已经闻到那种炙烧的味道了 炙烧会把那个油脂的香气整个带上 对 闻到了跟刚刚的味道不一样 这样就好了吗 对 这样稍微带一下就可以了 对 就有蟹肉 有蟹黄 又有炙烧过的饭 刚才还有一种那种握寿式的那种筷子 如果单吃的话腻 有饭去提升它包了起来的味道 都变得炙烧的那种 炙烧的那种炙烧的 炙烧的炙烧的那个 这样子吃蟹膏满足感更大 因为吃大蟹的时候你是这样咬一咬一咬 一直一直没有那么豪迈 这个是感觉整只蟹黄一口气塞在嘴里 节目进行到这里 你们难道都没有怀疑这么大 的一个蟹肠 好说也几十假地 光靠一个女生有可能撑得起来吗 而且这一撑就是十年 当然是不可能 今天阿亮在这里等了一天 就是在等这里的幕后老板出现 也就是立军的副爸爸 听说当初王爸爸支持女儿养大闸蟹 出手阔绰毫不犹豫 不但卖掉手上所有股票 也要用来退休养老的农场 也改成了大闸蟹肠 只留下这一小块果林偶尔灰灰肝过过肝营 这样站起来就会出两边 这灰干的时候你灌到很久的地方 王董 你在养大闸蟹的地方 还有一个果林 这是想想到的创意 是你自己想想的 你爱打球所以自己用一个果林 来这里的人都要处理 笑话你会比较适合 这就是说大家看着 就是说想要来打到哪里 想要打的人 要比较近的人要请人吃饭 什么都说 来这里都是处理的好玩的 这样你走下去 这手不能乖 这样 不是这样 人的生活不能乖 不能乖 他走下去 这样挥一下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等一下 我给你打太阳你脱不回来 不要来 不要来 求外地 我真的走下去了 真的走下去了 有吗 有 有 走下去那边滚下去 有吗 有两百米 有两百米 我应该早点练习甲口服的 不是啊 这个师傅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是师傅的问题 弟啊 我真是可以下场打甲口服 我一定要去 王董你的栽培之恩 我第一次打成这样 对啊 不过 王董 我们这个养大杂蟹的长期 以前在我们这边 有没有人在养大杂蟹 没有 你算你女儿 生女儿是最早的一倍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 今年刚才十年 十年 事实上是 是如果说养大杂蟹 全台湾 比我们以前以前有人学养 但是一直都没成功 没成功当然 没成功 没成功 我也去 因为有人听到养大杂蟹 有没有来 没有来 来这里看 我就 我还有小杂蟹 有一点小杂蟹 我就去那里看 我现在去那里看 这一年情况是好得不得了 其实第一年收成回来 举例来讲 那时候丢了四万多只 好像才收几只 不到一千只 举例来 应该是差不多五百分左右 也就是说我丢一百只 才收五只回来 而且每一只收回来的 大概都是二两多的 对 那 其实我那时候是保持蛮乐观的心情 就是说 比我想象中的好的原因是因为 我还有收东西回来 对 那当然比较差的是 怎么回来这么少 因为不懂 所以听了 卖我泄苗的人 那个的建议 你觉得他好像很懂 事实上也不是 他为了赚钱嘛 他当然希望你多买一点啊 所以我那一只可能只能放一万多只 他叫你放四万只 其实当然是需要的生活空间 就是他需要一定的生活空间 那你放太多只 也只是死掉了 他们会互产嘛 然后就死掉了 被骗多了 丽君干脆自己研究自己养 但是王爸爸担心女儿挫败 而失去信心 也到处询问养蟹的经验 再提供给丽君做参考 妇女俩的目的都是希望大闸蟹场越来越好 只是一个想自己研发养殖方法 一个认为别人的经验比较可取 妇女间的理念差异越来越大 一度到了无法沟通 甚至你追我打的窘境 阿董 如果你跟妻女有时候意见没合的时候 有多少一次的你感觉印象最深的 完料最严重的 甚至两个都是气到不讲不跟对方讲话的 喔 这喔 對 如果這個說起來就一百多會 對啊 會要消息 會消息 現在是比較多的時候幾百多會 現在不去了 算是整個公平印象這樣 但是它很要求品質 這個東西它要求就是 我們要求就是一定要鮮活 一定要畫的 那些如果四十八十年 我們手拿到大些一定要鮮活 那一定要鮮膏 鮮黃 拔滿 我們兩個要求一定要鮮 有一天大家在包裝幾天 十多天人在包裝 他回來要準備出來了 回來看看他都會去檢查一下 其中的看起來只有一隻 腳回去而已 一隻洗魚腳而已 他回來說 我不是跟你說 腳回去就不可以包裝 你為什麼要包裝 把那些幾天帶上去 咳咳咳條 這樣叫他說 這百花筋 那幾十萬的帶上去 整個都給你咳咳條 我們兩個就在爭執這件事情 他說客人 既然都有客人來 我們怎麼可以把生意拒絕掉 我怎麼可以這麼做 然後他那時候就拿著一個鐵扒子 在掃落葉 講著講著 然後我不順他的意 然後他就 就拿鐵扒子要砸我的頭 那因為砸太用力 那個鐵扒子還卡在土裡面 結果我爸真的拿著那個鐵扒子 在外面追我 其實滿好笑的 不是說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嗎 哪有人這樣追打情人的 而且我們當父親的真的要認老 跑又跑不贏年輕人 跌倒了可不好 不過在生意場上刺炸幾十年的王爸爸 一心就想要有個兒子來接班 只是老天爺偏偏給他安排了四個千金 而麗君排行老三是四個女兒中最獨立自主 敢衝敢拼的 王爸爸不否認 從小他就把麗君當成男孩子養 取凡男生會做的出活 像是開怪手 修水電 搬重物 他都要會 而且個性好強的麗君 對爸爸的要求也總是使命必達 絕對不讓爸爸有挑毛病的機會 我們家因為沒有男孩子 小時候我也比較喜歡玩男生的東西 然後大家就會一直說 你要是男的多好 可是我會一直很想證明的是說 其實做事情的能力 跟性別是沒有關係的 對 所以我的確會覺得說 如果男生做得到的事情 我也想做得到 我不會覺得說 他把我當作男孩子在養 我只是覺得說 我想要做到說所謂他們的好而已 做到他們所謂的好 麗君指的他們應該就是王爸爸了 表面上對於爸爸的建議 麗君完全無法接受 但無形中 他其實一直在追求 爸爸所期望的境界 而王爸爸談起麗君的事業 無論是失敗或是成功 也總是帶著驕傲的語氣 記得有人這樣說過 人生沒有回程票 親子沒有隔夜愁 幸福的關係不是用愛的名義去互相折磨 而是活在當下 愛要及時說出口 吃過厚禮蟹養足了體力 阿亮要準備去山上找水了 到底找什麼水需要爬山呢 節目一開始時 阿亮就有說過 有一個人他只用一杯水 就改變了一群人的人生 這一群人裡頭有眼睛看不見的 有曾經是淹毒犯的 也有憂鬱症患者 他們因為這杯水而逆轉 這杯水很神奇對不對 根據線索 這杯水又叫做觀音水 而且就藏在五谷的觀音山 有名稱也有地點 這樣應該不難找 走 我們到台北區 半山上有一個鐵皮屋 還聚集一堆人 看起來好像要郊遊烤肉那種感覺 怎麼那麼多人 你好 你好 怎麼稱呼 我姓蘇 蘇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是阿亮補學亮 請問一下你們在幹什麼 我們是杯水去山上給遊客喝 杯水上去山上給遊客喝 對對對 杯上去就是你們杯到車上 然後載上去 不是 杯到尖上走上去 把這些水 這是一家人... 沒有 2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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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爬山還杯水上去 對... 昨天剛好退燒... 剛好退燒 還沒有發燒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了 要走多遠啊 走... 走差不多40分鐘 40分鐘 我看你的話差不多10分鐘左右 因為你看你的腳程 你是說我10分鐘就到山頂 還是10分鐘就走下來 應該是10分鐘就往回走 就往回走 我發現很多人都喜歡挑戰我的體力耶 如果不現場證明一下 大家還以為我只有外表還可以 夠了 不過話說回來 沒事杯水上山幹嘛呢 爬山的人自己要喝多少 自己杯不就好了嗎 這杯上去我不信會有人喝 除非這水還有其他的用途 是我不知道的 不知道也以為是自來水 對... 打開就可以 但是不是 因為我們杯給別人喝的時候 這就很重要 是... 我們要準備好給別人 好水給別人 對... 所以我就買了一組 這個機器加了差不多30幾萬 對... 它經過了好幾十道的過濾 出來之後 紫外線薩菌跟臭氧殺菌 除了逆滲透之外 還有紫外線還有臭氧 對... 然後還變成一個 真的純淨好喝的水 嗯... 該說蘇大哥是真的傻 還是有錢沒地方花呢 不但免費送水上山給人喝 還堅持要最健康的好水 這其中一定有引擎 待我和他這幫 杯水兄弟混熟之後 再來問個仔細 這邊有一位... 吳大哥 這邊有一位很酷喔 戴著墨鏡然後不太理人喔 他出去大家都要閃開啦 為什麼要閃開 因為他是老大 老大喔 對... 胡大哥是... 跨太陽還是怎樣 這個... 我是忙的人 您是... 您...您是... 前...前面沒看 看不... 看不... 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不... 你...看不... 你會來跟這樣杯水喔 對... 其實看不到... 看不到但是有人帶路在前面 就可以一樣上山 對 哇... 那您背多久呢 前後了十幾年 前後了十... 十幾年啊 他十幾年 他走得比你快喔 我看你可能走出山啊 對...應該你會... 所以我與大哥做標杆就對了 盡量... 盡量不要走出山 因為你看得到啊 他看不到啊 所以你一定要走得比他快啊 我是怕汗流太多 到時候我也看不到 還是你不要上去好了也好了啦 我想說這樣子取消好了 我們這次可能就算了 我覺得你一定有看我的節目 你知道我受不了刺激就對了 對... 我本來是想說背十公升了 或者是陪他們走就算了 既然... 對... 連看不到路的大哥 都一樣要背水上山耶 我們如果還輸他們的話 太沒面子了 對不對... 我是代表在台灣的故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二十公升就二十公升了 沒有你怕了... 很小耶... 真的不是我經不起刺激 而是這一支背水隊伍的陣容 實在太驚人了 從企業老闆 工廠 廠長 醫院護士 上班族 銀髮族 到學生 各種職業都到齊了 身為演藝圈代表我能不加入嗎 而且人家這個背水也不是背好玩的 挺專業的耶 你看這個背架 還是配合人體工學研發出來的獨家專利 曾經是閃兵特種部隊的蘇大哥 把背水任務當成作戰指揮 上裝備的沒動 就像當兵一樣 講求迅速確施 只要有人沒準備好 就絕對不出發 好 大家準備好沒有 好了...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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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阿亮加油 加油... 阿亮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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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走後避留下眼鏡 阿亮你要講 阿亮開始跟我們進去嗎 阿亮可以飛上去嗎 阿亮可以飛上去嗎 好 開始跑路梯了 你要走啊 你走前面 是喔 我怕大家跟不上 我怕我在前面給你沒壓力 沒有 要有人在前面帶路 這樣開車有人會撐在前面 所以我不知道進步在前面 要離開後面啊 對 不要離開後面啊 對 不要離開後面啊 對 不要離開後面 走樓梯比走平坡更氣人耶 對 會生氣喔 會生氣啊 怎麼不坐個電梯 大家可以到山上去看空氣 對啊 對... 對不對 這個要把它納入那個叫什麼 前瞻計畫 前瞻計畫 對...前瞻計畫 對 大家都知道 以後這邊坐電梯 讓大家那個比較好 那這樣我們可能是失業的啊 要突走 不會 下山在做那個輕軌啊 唉唷 硬漢路 唉唷 到了... 休息休息 還沒到還沒到 不是 這個... 牌子... 硬漢路到啦 準備開始而已啊 不是 我去長城 長城那上面有一個杯就寫 不上長城杯 就看到這個石杯就是到的意思 因為石杯有兩種 一種是開始 一種是結束 這個石杯是開始 暖身而已 現在它還是在短山 五分之一有沒有 還不到 什麼 五分之一的路還不到 但我就只剩五分之一的體力了 用硬漢路來當起點 這是要嚇誰啊 不過人家這個硬漢 也不是亂取的 據說這條路 以前是憲兵學校 為了訓練而蓋的 如果只是看距離 1700公尺真的不圓 但是千萬不要被騙了 這一共有840級階梯 想當硬漢 也要命夠硬才行啊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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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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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20分鐘你等一下先到這句話 這句話快到就是一定要講 快到了是等於加油的意思就對了 快到了是等於加油的意思對不對 快到了前面轉的彎就到了 你看 你說這裡比較好走 可是這裡的路是這樣子的 你看 這邊比較短 你看 這樣子的路 其實也沒有比較好走 聽說這次比較沒有那麼陡是 嘿 你好 快點快點 快點 剛剛說怎麼有那麼 你們在喝茶啊 對啊 你就茶掉了 我聽不出來是你們 你們不出來是我 之前都是喝白開水比較多 沒有 喝牛肉飯 兩半起的吃 怎麼這麼善心啊 因為牛肉飯可以比較熱 我這裡也20公斤耶 還有第二杯嗎 哎呦 你們兩個可以再加5公升啊 不行啦 我已經第一次20公升 我已經很累了 我們已經走了一半了 這個Po是最早的 這個Po如果夠了以後 來就很平安了 加油啦 我再也不會相信你啦 你一個小時以前 大概已經講過這句話了 請你找 找 好 我這邊要等你們 我不是休息 我這邊要等你們 幫你看 螞蟻螞蟻螞蟻 什麼信仰就是力量 有志則是進成 還是黃天不復苦心人 這些勵志名言 在這個時刻全都是廢話 如果你身上也背著20公斤 走在這條硬漢路上 你大概只會想到 還有多久才會到啊 看上去就是硬漢嶺 硬漢嶺 上面那個 還要看上去啊 沒有 看上去那個是終點 那個是很平安的 還有終點啊 還沒到 這邊差不多1600街 這裡1600街 1600街 我到了1600街了 你們在自拍啊 嘿 你們是情侶啊 我們 夫妻 夫妻啊 對 認識幾年了才結婚 我們來這邊認識 在這邊認識的 他是七星山的 不是觀音山的 他專門爬七星山 你專門爬觀音山 那怎麼會碰到 在山頂上碰到的 沒有啊 我就跳下去游泳啊 然後再爬上去騎 妳是講真的嗎 我亂講 俗話說 患難見真情 原本個性相當害羞的 工程師小郭 是因為女方主動找他聊天 才開啟了這一段緣分 透過一週一次的杯水 拉近彼此的距離 一年後 兩個人不但結婚了 也生了一個小寶寶喔 婚後 小夫妻依然持續杯水任務 通甘共苦 形影不離啊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要不是因為人太多 應該會哭出來 這邊是落者積樂部 是喔 只要是落者就可以坐下去了 爬到這裡還... 對... 爬到這裡還要受這樣子汙辱 我是希望你不要坐下去了 我們錄影有時候不用那麼爭啦 對... 這裡如果有人口渴 我們把水讓大家喝一喝就算了 真的喔 好不好 去問看看誰要喝你杯的水 我真的要坐這樣 不要 你真的要坐 真的要坐 不能坐 坐下去變成落者喔 這就是... 你走過會留下痕跡 但是你坐下去會留下痕跡喔 電腦去弄個牆 忍者俱樂部 可以...可以...可以坐...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忍者了 大家好我們現在已經爬到忍者俱樂部了 哈哈哈 那這算是第一次能夠有這樣的成績 已經非常不簡單非常了不起了 哈哈哈 到忍者俱樂部一般呢 很多人就在這邊哭 或者就直接下山了 那我們是休息一下要繼續往上走 看到一個讓我忽然間 抬頭醒胸的一個畫面 欸...小姐你好 你好 哇...你也是我們杯水隊的啊 對 哇...你很快就上來了 我剛剛路上都沒看到你耶 我走前... 5年 5年啊 你那是幾公斤啊 28 23 奇怪... 爬爬50歲 人家還是個女生 背得比我重 走得比我快 我到底是哪裡有問題啊 不過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人稱董娘的董小姐 她背得和大家背得不一樣喔 她背的是熬了好幾個小時 而且還冰鎮過的酸梅湯耶 董娘說她會依照季節不同 而有不同的菜單 夏天就熬洛神花或是酸梅湯 冬天則是煮桂圓紅棗茶或咖啡 會這麼用心準備茶水 是因為5年前爸爸過世後 董娘一度走不出上腹之痛 而變得不太跟人說話 後來有朋友帶她來參加奉茶任務 因而結交了不少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個性從內向文靜 變成熱心工藝 現在還會自己主動揪團登百月 光看這一桶冰的酸梅湯就知道 她很懂得怎麼交朋友 根本不用開口 人群自然靠過去 簡直就是杯水對之花 真的冰的耶 對 真的好喝的 好感動 這次汗這不是累耶 但是 光沐在手上就覺得很感動 是冰的 捨不得 怎麼有捨不得喝的感覺 會這樣子嗎 會啊 真的有點捨不得喝耶 她每個禮拜都來找我嗎 等一下 這喝要分成三口 第一口喝的時候要感謝她非常好 謝謝 不客氣 好喝嗎 酸梅湯 對 酸梅湯 好喝喔 古早味酸梅湯 對啊 古早味酸梅湯 這種感動的味道 只有上來走一趟才體會得到啊 剛剛沒機會感謝完 現在來補一下感謝名單 除了第一口要感謝董娘的辛苦 第二口要感謝自己 一路撐到這裡 再來第三口 就是要謝天謝地 提供了這麼美好的地方 雖然不太好爬 但沒有天地就沒有我們啊 如果可以讓我快一點到達目的地 那就更感謝啦 你們也是上來很久了 上來很久了 上來很久了 好了 你看我的學長姐姐都來了 對 都已經在這裡了 唉唷 吳大哥已經坐在這裡了 你是坐纜車上來的嗎 你旁邊有位子我坐一下 好 我坐我坐 謝謝你不用移 吳大哥 你上來多久了 大概半個小時 我已經拚了老命了 你已經上來半個小時了 衣服都乾了 衣服都乾了 不要這樣欺負的 我看我還是不要問年紀比我大的 免得自取其辱 我相信傲少年 怕少年這種東西 在這裡應該是存在的 我來找一些年輕人問問看 增加一下我這中年大叔的自信心 小燕你是算隊裡面最年輕的對不對 還不算 還有比你更年輕 對還有比我更年輕 你幾歲都有 11歲都有 那你今年幾歲可以冒昧問一下 35歲 35啊 那還是年輕啦 35歲 帶母嗎 還沒 還沒去啊 來這邊杯水杯幾年 四年 四年的時間 是什麼樣的一個機緣巧合 讓你知道了這個杯水隊 然後加入這個杯水隊 嗯 因為自己自從25歲退伍之後 上來台北工作 嗯 到30歲這段期間 在工作出來的期間 因為認識一些朋友 誣入歧毒 交到一些壞朋友 對 晚上都跑酒店啊 啊 電話酒店地方還有你 還碰到不該碰的東西就是吸毒 曾經有過這樣荒唐的歲月就對了 原來在27歲時 小葉因為工作而腰椎受傷 身體病痛加上情場失憶 為了逃避現實 選擇用酒精 毒品來麻痹自己 荒唐的日子過了三年 直到某天睡醒發現自己下半身 無法動彈 才驚覺毒品與酒精帶來的後遺症 因此下定決心要戒酒戒毒 在媽媽和老闆的支持下 小葉花了一年的時間 戒掉所有的壞習慣 一邊還透過爬山來恢復健康 就在爬山的時候碰到了蘇大哥 因而加入了杯水隊 不過杯水上山對小葉來說還是小case 他最難跨越的是接觸人群 起初他根本無法開口請人喝茶 一桶茶從早上七八點送到中午 都還發不完 現在不用一小時他就發完了 杯水不但讓小葉身體逐漸恢復健康 也打開了他原本封閉的個性 這邊也有這點 為學硬漢而來 為坐硬漢而去 我現在是這句吧 硬漢了 為學硬漢而來 來了就是硬漢了 你杯完水就是硬漢了 就是硬漢了 然後我們上面會有養生茶 然後你再把我們的茶 再翻給你 看你的眼神對到誰就是找哪一位 謝謝 請喝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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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杯上來的茶 他眼神沒有看你 有嗎 沒有 我們快要發生感情了 都來電了你還沒看到 是嗎 再一次 好 喝茶 謝謝 你看你看 拭目交接 老公在旁邊我都不怕 他都不怕 謝謝 謝謝 所以我知道他們叫 行上杯水隊 行上杯水隊 好 出名了 難怪你說你鳳梢會比我厲害 原來都知道是行上 行上杯水隊已經很出名 似乎每個人透過杯水 都有些人生的獲得或轉變 那阿亮我當然也有囉 來這裡之前 我只是一條好漢而已 走過了硬漢路 登上硬漢林 我現在不但是好漢 還是條硬漢啦 養生茶也快沒有了 好 這是咖啡 很美 很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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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喝的 對啊 對啊 喝杯養生茶 來 謝謝 請喝茶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請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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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下 看到這些山友們喝茶的滿足感 讓隊友們有了不論刮風下雨 都要杯水上山的動力 目前在觀音山杯水奉茶的成員 有八十幾位 不但煮茶 杯水 還肩負撿垃圾 保護環境的使命 不管做什麼 他們背負都是同一份善念 而這份善念的源頭 都來自蘇敬雄 蘇大哥 他說他跟這些隊友一樣 起初也不敢遞水給陌生人 還經常被懷疑水裡面有下毒 直到後來 親友也加入了杯水行列 社會的山友越來越多 鳳茶文化在整個觀音山上蔓延開來 就這樣一船十 十船百 各行各業紛紛加入杯水行列 現在不只觀音山 在北台灣很多山林裡 你都可以看到這支杯水隊喔 原來我要找的觀音水 不是什麼神明加持的甘露水 而是這杯苦盡甘來 人情比茶濃的白開水 你一定沒想到 平常看似平淡無奇的水 原來也有這麼多的故事 今天阿亮講的兩個故事 一樣是水 因人而發展出不同的結局 一個是堅持用乾淨泉水 養出無毒大閘蟹 然後把健康帶給大家 一個是堅信善念 可以滴水成河 只用一杯水 就找回了人與人之間 失去的信任 時間在走 我的腳步踏實地探索 世界在變 台灣的腳步不曾停歇 我是補學亮 我要寫下一頁 在台灣的故事 台灣有咱的故事 咱的心情咱的愛 你就pad也有人 阿灘 前者 你 apostles 吃趣明打 有掂 有探索 你 你們 你們 我們 哦 天啊